未來要提愛修法 從八週變成十二週 盧秀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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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盧秀燕 與支持者一塊高喊動算 會前還親自與台上民眾 一握手擲乾淨 盧秀燕競選團隊招募抓鬼大隊 找來年輕朋友 打扮成選戰舞鬼 用舞台劇方式呈現 最後八天 最後關頭 為了求勝選 有些人他會不會不擇手段 我們一定堅持 我們要正派選舉 理性選舉 給選民一個乾淨的空間 提倡乾淨選風 盧秀燕堅持自己的步調 我就堅信 我們所有的選民就是大咖 這次是我在選舉當中 第一次提出這個觀念的人 盧秀燕很有信心 發放文宣當中 秀出立委四年政績 也不忘搶妇女選票 要為辛苦懷胎的媽媽們 爭取福利 結合醫療機構 提供民眾適當給付 也強調台灣產假很落伍 要提案修法 從八週變十二週 三天七五 張哲喜 台中報導